人生枯端 要珍惜 对人生非常不容易 是人生很容易 所以对人生多起一点功德 多做一点好事 至少希望来生 不会把人生丢掉 最底线的 要做的 做人 最重要的 不跟任何人结怨愁 古人讲得好 怨愁 很容易解 不小心一切 化解很难 有人呢 好多事 都化解不掉 要怨恨 要小心 谨慎 不结怨愁 他结怨愁 他的事情 你不会 干扰进去 如果你自己有 稍微怨恨的念头 那就很麻烦 很小的 怨恨念头 赶来的果报 是长期的 苦难 非常不值得 最好是一生 最好是一生 都不个人结怨愁 念佛求生 敬佛 一个人能保持 一生 不个人结怨愁 来生 好多事 都没有 原先在这 无论做什么事情 一帆风顺 帮助你的朋友 很多 都古书 是做人 我们在这场生活当中 人与人往来 非常容易 给人结怨 结怨 没有福报 来生 到那里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肯定 是高三我道 佛法是好 不容易遇到 遇到真正的善事 虽有难逢 不是真正善知识 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也就是 无事介意来的 夜让 造的夜 化解不掉 那个夜 感召来的 果报 就是直接算 你做修理 所以我们在受人苦 受人气的时候 要反省 这是果报 对我来的 是我过去 我们有不善的果 这一生能化解 太好了 化解 来生没有了 如果不能化解 这一生 来生 后一生 还会有报复 越是往后 报复越严重 越残酷 所以要求物都快 回头都快 这个就对了 人在这个世界 能活过七十岁的人 不多 想想看 七十岁就走了 还要节约 那是大错特错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久悟到 年岁差不多 到七十了 久悟到 尽一切力量 帮助别人 化解愿解 那是佛华里的理由 他学的正观有 如果斤斤计较 一点小事也不肯饶人 这个人很可怜 这一世 不管怎么样 要无扬威 来生后事 很可怜 不能不知道 修佛 要搞真的 不能搞假的 假修佛 没有主 真修佛 借典会 散许 大家小的 小的就 没去做 没有办法 随着这一生 永远不能化解 能够这一次遇到 化解一些 那就很不错了 不能化解 还要留到来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